哈囉大家好,我是Felicia 哈哈哈哈哈 我今天幫Felicia代辦一下 同時我有一個重要的事情 一個法案要跟大家討論 是關於我們加州的 那這個東西呢 我其實很早就知道這個法案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一直沒有仔細的去讀這個東西 那直到我那天決定說我要去簽了之後 然後我要開始散播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才開始去讀 School Choice被很多的教會去推說 喔這是父母可以選擇自己的孩子的教育的一個方針 然後這是一個方法 然後還有政府的一個incentive 然後加州本來就有錢給這些小孩 但是呢我們現在呢要把這些錢要拿出來給私立學校 還有homeschooling 等於就是說可以讓public school必須要compete這個東西 不能再被teachers union牽著鼻子走 那這聽起來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直到我讀到了底下attorney general這一段話 他說increase annual state cost probably in the range of 4.7 billion to 7 billion 就是說你的稅要增加 州的這個開支會增加 會到4.7 billion to 7 billion to provide state funding student currently enrolled in private school or home school 就是說這個東西只有在現在還在private school 私立學校或者是在家裡上課這些人 depend on how the state implement the measures 這句話是我最有意見的一句話 根據州政府如何去使用這些錢啊 these costs would be paid with reduction of funding to public school or reduction to other program in the state budget 就是說之後呢會慢慢的公立學校的開支會減少這個樣子 那最後的時候他寫說 potentially reaching a couple million dollars annually within the next few decades 就是說未來十幾年之後呢或許會看到效用 那這個我看到這東西我其實就有點害怕 因為我最害怕的事情其實就是 各位聽我講一下 現在我們有公立學校還有私立學校 公立學校已經爛到一個爆炸了 然後呢我們現在可以自己花錢 然後呢去私立學校去讓小孩去接受私立學校教育 或者是在家裡homeschool之類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付這個公立學校的錢 我們的每個人的property tax還是要去公立學校 那我最怕的東西其實就是把私立學校變成公有化 那麼這個法案給我的第一個最害怕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我們可以自己花錢去選擇自己的教育 那麼如果說我們太過度依賴這個法案 然後呢過度依賴這個東西 那會不會我們的私立學校也變成公立學校的一部分 這個樣子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因為一個企業接受了政府的一個資助的話 那麼這個企業就不再自主了 你就失去了自主的能力 那麼我是是最害怕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我就打電話問了一開始介紹我這個法案的這個人 我就發現沒有一個人可以給我一個答案 沒有一個人可以給我一個正確的一個方向 就是說他每一個都跟我講說 啊東西就在小字裡啊 他們沒有要這麼做 然後這個是attorney general寫的 所以說呢這個絕對是錯的 我聽完了之後我覺得說 如果說我要在這張紙上面簽上我的名字的話 我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 因為這是關於到我的小孩的教育的 所以說我聽了他們的言論之後呢 他們的講法之後 我就要決定說我要來找他們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為我不能完全相信他們 因為我發現他們疑問三不知 所以說我昨天就把這一整個packet讀完了 然後呢 呃 highlight 起來我覺得重要的地方 那第一個我的問題就是這些錢是從哪裡來 因為他的這個attorney general上面寫說increased annual day cost 政府開支會增加 那簡單就是你要加稅的意思 那我第一個想要知道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會加稅 因為照他們來講的話 他們說這個法案是不會有任何的加稅的這個過程的 然後我問他在哪裡 第幾行 第幾個字 第幾個section 第幾項 竟然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所以說我就來幫大家找到這些答案 第一個是在section 1 number 2 Fund the education saving account with 一萬四千塊錢 for each student using the fund that the state currently obligated to spend on public education at no addition cost to taxpayer no addition cost to taxpayer empower parents to use the fund in education saving account to enroll and pay tuition and other education expenses in any eligible private school of their choice 那這一句話很重要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要開一個account savings account 儲蓄帳戶 然後呢是有每一年大概是有一萬四千塊錢 給每一個學生 這些錢本來是要用在公立學校上面的 但是呢現在呢要放在這個savings account裡面 然後要讓這個學生去使用 最重要的是就是我剛剛重複了幾次了 no addition no cost to taxpayer 就是你不會徵稅 這些錢是你本來就已經在付的東西 所以說這個法案不會讓你這個稅收增加 目的是要empower parent to fund the education savings account to enroll and pay tuition and other education expense in any eligible private school of their choice 所以說只要說這個private school是合格的 他們就可以用這些錢去讓自己的孩子去那間private school 去私地學校去讀書 所以說這個是非常非常棒的 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是錢你不會徵稅 ok 然後第二個 insured of that fund can only be used for an eligible student in education expense necessary to attend accredited private school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 to become an eligible school 所以就是說要確保說這些錢只能用在這個學生身上 然後是用在這個學生的教育身上 不是拿來給你買PS5或者是買特斯拉什麼之類的東西 所以說這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說這個錢不是說你隨便可以用的 這個錢是專門給你的小孩的教育的 這個樣子你就不需要擔心你小孩的教育的expense 然後呢 的第五項 這個我覺得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在美國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大學的學費 大學的學費實在是太可怕了 然後大學基金 你每個月錢已經夠少了 然後你現在還要幫你的小孩去存一個什麼大學儲蓄帳號 Allow any unused fund in the education saving account and investment earning of such fund to roll over for future school year and allow any savings in the student account to be used for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就是說你未來如果你的小孩要上大學的話 如果說你這些錢沒有用完的話 如果說沒有亂花這些錢 就是說同一本課本你買十本之類的 你如果沒有這樣做的話呢 你或許就可以把這些錢拿來去讓你的小孩去讀大學 之後你還可以用這些錢去讓你的小孩去受高等教育 那這個是我覺得這個法案最重要最重要的幾點啦 那第二個呢在Section 2 Establishment of Education Savings Account Program 就說這個東西是要怎麼樣成立的啊 然後是個什麼樣的組織之類的 Section 2 然後Number 1 This act shall be construct liberally in order to effect its legislative inten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 and all of its provision with respect to power granted shall be broadly interpreted to effectuate that intent and purpose and not as to any limitation of power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是要來給父母一個更多的一個權利啊 而且是要把這個教育的權利從公立學校來拿出來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我們現在想做的事情就是這個 說到教育的話其實是在美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開支 因為在美國照道理說是很在乎小孩的教育的 這就是為什麼華人會從台灣來會從中國大陸來 就是因為覺得說美國這個地方的教育很好 比較自由然後比較開放然後會比較學到的東西比較多 然後美國的老師不會打學生之類的東西 但是呢任何一個政府組織我們就很怕它隨便亂浪費錢 只要政府組織一成立基本上就變成一個民主黨的一個提款機 那我們最想要避免的就是這一點發生 那麼這個地方就寫說 Section 2 G3 的最後一行 OK? Money in the ESA Trust may be used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ct and may not be taken, used, borrowed or collateralized for any other purpose 就是等於說這筆錢你存進去了之後就是存進去了 不能給政治人物當提款機啊 反正就是這個東西只要存到你的小孩的帳號裡的錢的話 這就是屬於你的小孩的教育經費 你不可以拿來去做任何的事情 包括任何的政治人物然後還有管理這個的錢的這個組織 也都不能去隨便用這個錢 接下來 powers and duty 底下這邊他就寫說這個組織是什麼樣的人組成的 那就是什麼 charter school的人啊 然後private school的人啊 religious school的人就是這些人組成的一個東西 那麼公立學校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influence呢? 有的 他說 他說 charter school 這個 x-official ok non-voting member 他沒有辦法投票 等於說就是政府還是會在裡面啊 但是他們沒辦法壓過父母的聲音吧 my understanding is this 所以有各位專家的話可以在這個地方留言一下 然後告訴我們說這個法案最主要是在講什麼東西 接下來既然是一個組織的話 一個政府的組織 那就一定會花很多錢在一個administrative上面 那我們都知道像說警察五萬多塊錢 然後呢消防員七萬多塊錢 就是他們的薪水其實都還蠻高的 那麼我們就很怕說這個樣子的組織 然後他們會變成又是一個提款機 然後他們會把他們的親戚弄進來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說穿的就是貪污 那麼這個地方呢他講說 section 2 number 5 第一開始 Money transferred by the state controller present subvision of section 69995 shall be segregated by ESA trust board into the program fund and administrative fund all money paid into the program shall be promptly invested and accounted separately for each ESA all cost of administration 所有的行政資源的資金 includi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fee of ESA trust shall be paid out of administrative fund which shall not exceed an annual basis 一年1% 就是說所有這些錢呢 只有一%是可以拿來做行政的東西的 所以說你不能隨便請一堆什麼 拿借工在那邊掃地 不能隨便來動用這些錢 只有1% 越多的人加入這個program的話 那麼這個program就會有越多的錢 然後呢就可以變得更大 等於說就是等於像一個公司一樣啦 只是他們不會被老闆開除 of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program fund 就是說 反正就是只有一%的東西可以拿來做行政 which is normal 行政費用 在大部分的公司來講 我們的公司很慘 我們的公司幾乎全是拿來行政 然後而且我們還要虧錢 哈哈哈 but 這個東西政府的東西 只有一%是可以拿來做行政的 so I think it's fair 因為你想要剩下的錢 絕大多數的錢全部都給你的小孩 還有你的小孩的教育 這個是Section 2 然後第二行 它是G 它是 Any account balance shall be maintained in the account and continue to be available for use for the benefactory at the eligible school provided by the benefactory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eligible under the act should the parents legal guardian subsequently enroll the student in the public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funding and participation man shall suspend during the student period of public school enrollment but the account balance shall be preserved serve in the account for future education expense in eligible school 這句話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 萬一我拿到了這筆錢 對不對 然後 我突然不讀了 我直接去公立學校了 那怎麼辦 這些錢怎麼辦 那麼就是說 你可以使用這個錢的權利就被停止了 如果說你就是申請了之後 結果你把你的小孩送到公立學校的話 但是這些錢不會流走 這些錢還是你的小孩的 這些錢呢 到你小孩未來的教育的時候 像說要讀大學啊 要讀博士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的小孩還是可以使用這個錢 你的小孩未來如果還是要去 私立學校的話 他還是可以使用這筆錢 等於說這個錢就是你的小孩啦 沒有人可以碰 除了你可以決定私立學校要怎麼碰這筆錢 好 接下來到participation in school OK 我們就很怕的一件事情 就像說 Virginia這一次有很多父母被harass 對不對 然後有父母在school board meeting 上面被說 你要公開你的住址 不然的話你就 不行發言 那很多人去他家什麼 砸玻璃啊 然後去他家門口抗議啊 你不支持critical rate theory 你就是白人至上種族主義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 如果你們要避免這些東西發生 他這個地方有寫就是 No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public school school district county office of education or department shall intimidate harass margin abuse retaliate against or in any other way inhibit a parent legal guardian or student who inquire regarding to this right and the benefit afford under this act nor shall they attempt to dissuade a parent legal guardian or student from exercising their respective right under this act 就是說 你是被保護的 如果說有這些任何的公家機關啊 學校啊 政府來的這些人 然後來harass你的話 這都是非法的 他們不可以這麼做 好 節目繼續之前 我們現在討論一下 你這一生當中 一定要去的一個地方 以色列 欸 Eason 你想不想去旅遊啊 想啊 聽說最近以色列有效的控制疫情了 政府從11月1號 重新開啟了旅遊大門 我超想要去耶路撒冷 哦 真的啊 好啊 那我們就要找一家 行程最棒的旅遊公司啊 我知道 我推薦洛杉磯 唯一專精聖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 迦南美帝旅遊 他們在3月份有一個聖地之旅 去以色列聖經中提到的重要景點 耶路撒冷的枯墻 耶穌祷告的克西瑪寧園 坐船由加利利湖 住在死海度假酒店 享受漂浮的樂趣 去聖地旅遊回來之後 好多人都說 哇哦 我看聖經變成彩色立體的了 而且 迦南美帝旅遊公司這次的行程 會帶大家去埃及的開羅 去一趟摩西帶領以色列出埃及 所經過的馬拉 以靈和奇洛陀登上西奈山 參觀世界上最古老的 凱薩林修道院 並且還去參觀古埃及金字塔 晚上乘坐豪華尼羅河郵輪 一邊看夜景一邊吃晚餐 還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大家需要詳細資料 請和嘉南美帝旅遊的 Pamela或者是Wendy聯絡 電話1-877-737-9937 1-877-737-9937 名額有限趕快報名哦 AINews的觀眾朋友有優惠哦 歡迎回來 讓我們繼續來討論今天要討論的東西 接下來呢 我到這邊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其實也不算是什麼問題 他這邊講說什麼樣的學校呢 可以當成是 Private School 或是Charter School 然後什麼樣的學校可以 Be Eligible 可以符合這個法案的規定 然後變成這個資金的去流向 那這邊有一個 我有點比較不OK的地方 就是 The compliance with the general health and safety standard Applicable to facility of all private school operated in California If the student are served in person at physical location Own and operate by the school 那這個就有點問題了 像說加州 加州如果說 規定說一定要有一個 gender neutral的廁所 對不對 你要符合 General health and safety standard Applicatable to the facility of all private school operated in California 就是說你要符合加州的一個 Health and safety standard 那麼 如果說這個東西是可以隨便改的 就跟我們現在的這個CDC一樣 他們可以隨便去改這個東西 就是說以他們的喜好 他們今天心情好 就讓你多一間廁所可以用 他們今天心情不好 你就沒廁所用 那麼 他們如果說今天你的CD學校一定要有一個變性人的廁所 對不對 怎麼辦 你的學校一定要有一個籃球場 你的學校一定要有一個棒球場 這個樣子的話怎麼辦 他們會不會這麼樣做 我不知道 但是把這個量寫出來的話 就有可能有權力給他們這樣做 那他們是不是根據CDC啊 還是說根據這個California 才可以當成是一個Eligible School This I don't know 所以說 如果說 有 更認識這個法案的人 請在下面留言 然後讓我 可以更了解這個法案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是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有很重要的東西 它這個Number C OK The state shall not limit the number of eligible school the number of eligible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eligible school nor impose upon private school homeschool college or university any curriculum mandate student or faculty disciplinary policy admission policy or teachers credential requirement as condition of eligibility or funding nor shall any private school homeschool college or university be denied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gram because of faith or religious conduct requirement of the student or faculty 那這一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最害怕 public school的這個funding進到private school的這個裡面 就是因為 我害怕我們的private school變成public school 我打個很簡單的比方 台灣所有的大學 全部都是基督教建的喔 你現在看什麼淡江大學這些東西全部都有教堂 全部都是基督徒那個時候在那個地方建的大學 但是你不能在裡面講宗教 你裡面宗教其實是不太OK的 不要說不能啦 我沒有在台灣讀過大學 所以說我也不知道 就是宗教跟這個已經沒有什麼任何關係了 就是因為政府很討厭宗教 政府其實非常非常討厭宗教 因為宗教就是說 有一個東西比政府還要高 你其實要聽那個的不是聽政府的 那麼這個東西就是很危險的一個東西了 那它這個地方 這個法案保護的就是 政府沒有權利去 limit eligible school 就是政府沒有辦法就是說 我們現在學校已經滿了 所以說你們不能再開學校了 這個地方想要有多少學校 只要市場符合 那你就可以有多少學校 nor the eligible student enroll in an eligible school 或者是那個學校裡面可以收多少人 只要有學生他是 eligible的可以上普通的課的話 那他就可以去逼一個 eligible student 然後他就可以去使用這個錢 來去 enroll 在這個 eligible school 符合規定的學校 然後這些呢包括就是所有的 private school 私立學校 home school 在家裡上學還有 college university 各方面的你都可以使用這個金錢 都可以參與在這個program裡面 你只要是private school 只要去申請 你基本上就會通過 我了解的方式應該是這個樣子 更了解的人請在下面留言 然後呢最主要的是 你不可以被deny because of faith or religious conduct requirement of the student or faculty 不能說你是基督徒 所以說你就不能參與這個東西 或是你的學校是基督徒學校 你就不能參與這個東西 我們英文課我們不讀 critical race theory 那些東西我們讀聖經 OK我們要讀挪亞 然後呢我們要讀什麼 以賽亞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些東西是你的自由 你的學校的自由 所以說這是你可以做的東西 那這邊呢有一個 home school 這個東西 那這個也是我打算用的東西 因為你現在的話 你 home school 你可以去買 其他州的program 或是怎樣的 然後呢弄了之後呢 你可以省多一點錢 然後呢你給你的小孩讀大學 或是什麼 雖然我不太確定 讀大學是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但是你有一個這個 你可以多 透過home school 然後多省一點錢 然後或者是怎樣 因為private school 我還蠻確定就是 你如果是要上一個 local private school 然後private school 有這個funding的話 他們的價錢也會提升 或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說 I don't know 這個還沒有開始 所以說我不知道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覺得 我一直想要home school Stay with daddy 接下來到了一個 Allocation of certain costs for administration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很在乎的 因為它上面寫說 不會 不會征稅嘛 AG Attorney General告訴我們說 會征稅 然後呢底下這邊又說 不會征稅 那麼這些要從哪裡來的呢 這些錢要從哪裡來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Section 69995.10 它的第二項 For the cost of providing ESA deposit for an eligible student The program cost for that deposit shall be apportioned between the general fund The public school district in which the student resides 就是你的學區在哪裡 你的這個錢大概就在哪裡 跟現在其實差不多 On the same ratio of the general fund and local property tax revenue that would have been used to educate the student in their public school district 就是跟之前一樣 你的地價稅還有各方面是會來支持這個program的這個東西 The legislature shall provide for transfer of funds from school district or the state a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is provision 就是說 這個東西只要父母申請了 要參加這個ESA這個program裡面的話 基本上 學區的這個東西就必須要把這個錢轉到ESA 這個地方 然後讓父母去使用 所以這個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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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然後這些錢從來來的 就是從你的地價稅來的 還有就是general fund 這也解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這樣子的錢要從哪裡 你每一個小孩隨便丟一萬四 然後呢 開除老師還是怎樣怎樣怎樣在公立學校 這個的確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建議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要從公立學校的資金裡面抽出來 然後來給我們的孩子使用 讓我們的孩子可以真正的使用 然後真正的接受教育 不要接受那些什麼 州本地推的那些什麼CRT這些東西 所以說如果你住加州的話 請你一定要來簽這個東西 然後接下來 Section 4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 or legal guardian to be eligible for students for tuition and education relate to expense provided by state provide tax or other public benefit to education institute if represented with religious affiliation 簡單說就是跟宗教有關的話 你也可以參加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 我忘記在哪裡 我沒有把它highlight下來 但是它還有寫說就是 你這個東西你不是只能拿來付學費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你要拿來買書啊 你要拿來買一些就是課外讀物啊 你要拿來只要 只要是跟這個孩子教育有關的 像說 他上大學之前要用電腦啊 或什麼之類的 任何的只要跟教育有關的expense 你都可以用這筆錢去付 只要看就是看你要怎麼樣 如何去使用這筆錢啊 然後 然後 基本上這個就是我認為 這個整個的重點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legislature shall continue to comply with the act unless it is declared unconstitutional 呃 就是說 我們的州長還有我們的州議會 要根據這一個法案來去執行 除非這個法案被最高法院說是違憲的 目前好像沒有什麼違憲 反正呢我讀完了之後呢 我現在可以說 不是專家 但是我比較了解這一個法案了 那麼這一個 他這個 attorney general寫這個東西 會徵稅啊 然後會怎樣怎樣 這個是假的 各位不要聽他胡扯 他裡面沒有要徵稅 然後呢 東西會從你原本就應該要付的錢 然後來到這個program裡面 家長你是可以去選擇你孩子的教育的 然後還有你的private school 還有各方面的 你是可以有這個資格去運用這些 原本就要給你孩子的錢 你不要以為你賺到了 這是本來你孩子就應該要有的東西 這個法案只是讓你有權力可以去使用它而已 這個法案呢 呃 請大家去下面 呃 跟這些人聯絡 然後去找一個人可以去簽這張東西 把自己的名字簽在上面 然後呢 交給他們 或者是你拿一張 給你的這個鄰居 還有你的教會去簽 這個非常 對我們來講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小孩就是未來 所以說 他們的教育 是我們要 呃 好好的去栽培的 那這東西不是說你只要把小孩丟給一個 私底學生就沒事了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參與在你的小孩教育裡面 你要親自的 教導你的小孩道德觀還有價值觀 不要依靠老師 老師會把他們教歪 不管是怎樣 只有你 你親自的去讀聖經 親自的跟他培養關係 要親自的教導他的價值觀 然後 要怎麼樣去看這個世界 不然 他到了大學之後 就變成一個大左派 所以說 這東西 各位請去簽 然後呢 跟下面的這個聯絡 然後有更多的information在這個地方 我只有講 我highlight的地方而已 還有一堆其他的小資 不是說不重要 這是我認為畫起來的比較重要 好 今天節目就到這個地方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